Hello大家好,我是高虎 祝英皇体育的朋友们开心快乐,红红火火 都能够在英皇体验到精彩的人生 澳大利女vs美国女 主对澳大利亚女足小组赛中的表现非常稳定 球队虽然只拿到四个积分 但是凭借最好成绩以小组第三还是能够晋级淘汰赛 在淘汰赛中球队战胜了英国女足 继续前进,具备极强的竞争实力 只是遭遇瑞典女足,球队没能发挥好 最终不敌对手,失去继续晋级的机会 本轮只能全力以赴争夺奥运会的季军资格 客队美国女足本届奥运会中的发挥不是很好 球队的综合能力很强 但是小组赛中却没能脱颖而出 导致接下来的赛程球队十分不利 面对能力不俗的荷兰队,球队虽然可以获得胜利 但是对于球队的消耗却非常大 因此上轮对战加拿大女足球队的体能明显不占优势 目前球队最好成绩只能是获得铜牌 本轮比赛至关重要,战役强烈 两支球队近六次交手 主队五胜林平一副 从双方交手记录来看,主队占据上风 精彩推荐让胜 记得下方点赞关注评论 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 谢谢,thank you